师兄 师妹 我终于找到仙灵花了 有了仙灵花 你的绣位又能更上一层楼 是 人死 师兄 为什么 沈天杰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做这么强的修为又何 我作为大长老的儿子 就是仙灵花里均归物之忧 才可以让圣剑宗把务公当 就算你是大长老的儿子 偷袭同门也会被逐出师门的 什么 偷袭同门 谁看你 证据呢 我还说是你偷袭不成 反对我重伤了 师妹 我送回宗门 将这事禀报宗主 我当然要告诉宗主了 你想要偷袭欧阳师兄 将仙灵花占为己有 可惜既不如人 反被欧阳师兄识破 被废去了修为 柳如月 你说什么 我可是你的未婚妇 陈天极 你别傻了 我之前答应嫁给你 那是因为你修行天赋不错吧 可欧阳师兄 可是大长老的儿子 我能得到的修行资源 岂是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可以给的 你 良情责母而起 其实啊 早在一个月之前 我就已经是男哥哥的人 陈天极 你去认命吧 仙灵花是我 小师妹也是我 而你是一个被我费点修为的废柴霸 小师妹 我们走 你真厉害 欧阳南 今人之仇 一定百费奉还 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得赶紧回宗门 把这事告诉宗主 你看 听说了吗 对 就是那事 人不可貌相啊 听事真看不出来 听说了没 陈天极被欧阳南废去修为了 为什么 我听说是因为那什么仙灵花 可我觉得陈师兄不像那样的人啊 估计是因为女人 你知道吗 最近那个柳如月 经常和欧阳南私会呢 什么 这么过分啊 陈师兄也太惨了吧 也太惨了 大长老吩咐下来 你修为被废 已经不配在座圣剑宗的弟子 从即日起 沦为剑奴 给弟子们擦剑 哎呀 我觉得他挺惨的 是啊 欺人太甚了吧 欺负你了 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废人 南哥哥 让他先把宝物交出来 宝物 什么宝物 陈天极 你还挺盲装啊 刚刚小月和我说 你那个穷鬼老爹临死前 给了你一本经书 柳如月 你已经背叛了我还不够 还要夺走 我父亲给我的遗物是吗 你现在已经轮为废物了 你要宝物有何用 还不交给南哥哥 做梦 明万不灵 连我一掌都接不住 南哥哥 你吃下仙灵花 已经突破六品境界 你现在是圣剑宗的第一天才 他一个废物 当然比不上 那是啊 酒还是不酒 还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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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哥哥 再搬给他看 什么都没有 是啊 怎么没字呢 只是个普通的义务罢了 美群鬼老爹 能给他留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废物 你真是浪费我们时间 那是我爹留给我唯一的遗物 还给我 想要啊 好啊 不要 陈天吉 你好像一条狗啊 爹 我对不起你 连你回的遗物我都没保护好 至尊天书开启 成就至尊大盗 这是哪儿 这里是天书世界 而我是天书的气灵 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吗 是的 此物名为天书 是一件上古神器 沾了你的血 所以认主成功 我爹一生群困燎了 怎么会有如此神器呢 我此前一直在沉睡 所以无法给你答案 但既然你已是天书的主人 便拥有了开启天书的权利 开 开启天书 如何开启啊 默念开启即可 开启 虚拟神功 这是一本修炼功法 准确来说 是一部神级修炼功法 前辈 我修为备废 根基尽毁 你就不能再修炼了 唐人修行 以丹田为根基 神级功法 这不需要 修炼之后 你的整具身体 都可以用来储存灵力 您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废人也能修炼此功法 而且储存的灵力数量 更是远超常人 是的 灵力多 所以同境无敌 即便是越境战斗 也如家常便饭 太好了 欧阳南 有如愿 让开我等着 好一个神级功法 好快的修炼速度 短短半个时辰 便突破二频境界 照这个速度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追赶上 巅峰时期的自己 甚至是吃了 仙灵化的欧阳南 恭喜主人突破二频 只等突破三频境界 便可以开启 天书第二篇了 天书总共九篇 主人越强大 开启的篇幅越多 前辈 我现在回去见过师尊 回来再练 我这是在哪儿 进入天书之前 不是在广场上吗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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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颜 你不过是长老阁地位 最低的九长老 也敢带着你的废物奴地 来质问本座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儿子 为了我徒弟的修为 还在广场上 当众羞辱 重伤于他 你更是不问青红造白 把他别为贱奴 我要是不为这孩子出头 就不配当他的师尊 天机 师尊无能 不能为你讨回公道啊 放心吧 师尊 这笔账 我会自己讨回来的 你师尊是废人 你更是不折不扣的废宅 连修为都没了 还有脸说大话 三日后 便是圣剑宗弟子大悲 到时候 我会当着全宗所有人的面 把欧阳南和柳如月欠我的 半点不落全套回来 是吗 谁这么大口气 陈天机 你不说我真妄 综归所在 我不能杀你 但是弟子大笔上 刀剑无也 那可就不好说 南哥哥 杀鸡烟用宰牛刀 不要你出手 我来杀陈天机就可以了 他可是你曾经的未婚夫啊 你下得了手 就是认为那样 我才更要亲手杀了 只有这样才能让欧阳家的长辈 看出我的真心 免得日后留出一些刘烟飞 嗯 有此觉悟 才配当本座的侮协 柳如月 好狠的心 为了嫁入豪门 竟不惜拿我的性命当投名状 欧阳南 柳如月 既然如此 三日之后 咱们擂台上见 天机啊 你太冲动了 你不该和他们越战的 你已经没了修为 这弟子大笔上 他们会杀了你的 谁杀谁 还不一定呢 你不 师父 您好好休息 我要去十万大山修炼了 这孩子 这虚迷神宫里 自带一套极品棍服 经过一天的修行 不仅突破了三品 就连这套落叶棍服 也罗火纯净 还有两天时间 欧阳南 六如月 在弟子大会上 一定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 往哪儿跑 是圣女方茜 圣女不仅是 圣剑宗第一美人 实力更是不弱于宗主 他怎么在这儿 血鬼门 修行界第一魔教 生吞修行者的血肉来修理 红鬼使者 我知道你们血鬼门 擅长用毒 可你难道不知道 我已经百毒不侵了吗 方茜 我当然知道你百毒不侵 可我用的不是毒 你用的是什么 合欢散啊 想不到我今天真是好福气 今天竟能品尝到 圣剑宗圣女的滋味 乖乖地从火吧 你不要过来 怎么 你怕我玷污了你 没法见人呢 你放心 玩弄你之后 我会杀你 毕竟 要用你的血肉来修炼呢 美人 住手 住手 想不到这儿 还藏着一个圣剑宗弟子 既然来了 老子就一病收了吧 师弟快走 你不是他的对手 想走 想走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走掉 今天走不掉的人 是你 展示灵异来吓我 区区三匹 老子可是四匹强者 别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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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为什么这么强 全敢越境战斗 虽然丹田被欧阳难废了 但修炼须弥神功 纹身上下都可以储存灵力 灵力浑厚程度远超常人 好厉害的神机功法 这个 你就要去问阎王了 落叶棍法 圣女 你没事吧 救 救我 好 救我 怎么救我 不是 好厉害的何欢子 你圣女的静气 竟都无法抵抗 圣女 士气从全 我是为了救你 你醒来 别怪我 得罪了 圣女 你醒了 你都对我做了什么 圣 圣女 我是为了救你 你别所杀好人啊 我不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人 但是陈天极 我警告你 昨天的事情 你胆敢让第三个人知道 也要你狗命 你放心 绝不外传 我一个丹田被废的弟子 怎么配得上高高在上的圣 陈天极啊陈天极 别想那么多了 六品 好一个神机功法 一夜之间 从三品突破到六品 第四大笔要开始了 该会做门了 欧阳男 柳军 的死期到了 宗主 圣女到 好快的速度 你听说了吗 宗主和圣女现在的境界 可以达到日系万里呀 对啊 就是不知道 这宗主和圣女 谁的境界更高一些 张老们 请啰嗦吧 是 是 这圣女真漂亮 不愧是咱圣剑宗 第一大笔 这要是能和他 说上两句话 那我今天晚上 睡觉都能笑醒啊 大长老 弟子的大笔作战 顺序都安排好了吗 宗主放心 都已经安排好了 第一场 柳如月 对阵陈天极 陈天极 他不是 丹田被废 已经被贬为剑奴了吗 怎么还能参加 我们的弟子大笔啊 他执意要参加 我也是没办法 看来 他还是不愿意接受 自己沦为废物的事实啊 大长老 弟子大笔 对阵顺序 应该是抽签决定 怎么就那么强 偏偏陈天极 对上了柳如月 那柳如月心狠手了 肯定会要我徒弟姓名的 怎么 洪长老是怀疑我弄虚作诫啊 正是 看你是找死 够了 身为长老 在众弟子面前争执 成何体统啊 大长老 别耽误时间了 直接宣布大笔的开始吧 是 现在弟子大笔正式开始 第一场 柳如月 对阵陈天极 南哥哥 你等着吧 小月会摘下那废物的脑袋 好 送给你当做礼物 好啊 完了 柳如月乃是三品修士 要杀天极 如坦囊取物啊 陈天极 你还不快现身与我一战 你该不会是临阵退缩了吧 陈天极 你这么想当缩头乌龟吗 红长老 你真是教的好徒弟 魏战不出 果然跟你一样 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陈天极 你虽然救了我 可连现身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直接当起了缩头乌龟 实在让人失望 看来 我不该对你寄予希望 宗主 陈天极魏战不出 不配做我圣剑宗弟子 我提议 盼柳如月圣 并将陈天极 和九长老红颜 一并逐出圣剑宗 我们圣剑宗的弟子 只有站着死 绝不能跪着活 今日 陈天极的表现 很让我们失望 犹如门风 不爱我们大长老说的办 今日起 陈天极和九长老红颜 将逐出 写慢 今日起 写慢 天哪 他居然真敢来 他丹天被废 令如月杀塔 一如反掌啊 傻孩子 你为什么要回来算死啊 陈天极 没想到 你还真敢先来应战 今天 我会把你们欠我的 一个不辣 都躺回来 就凭你 这个修为被废的废物 还有你手里的这根破棍子 对啊 陈天极手里 怎么拿着这个破木棍啊 对啊 这可是剑修的事情 剑仙满天妃 谁不崇尚剑道 估计啊 他修为被废 在家让女人被判 失心疯了 为了嫁入豪门 不惜拿我这未婚夫的人头 当投名状 丢如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心这么好 人家南哥哥可是 大长老的儿子 地位崇高 岂是你一个废物可以比的 做南哥哥的女人 能得到的修行资源 是你远远比不了的 很好 既然如此 白伙杀你 必留守 你 杀你 根本不配我动气 杀你 怎么可能 陈天极丹田不是被毁了吗 怎么能一拳击败 三品境界的柳如月 真可怜切哪 我的好徒儿 又恢复了修为 他没有被废呀 天极以前就是四品修士 但三品境界的柳如月 当然不在话下 陈天极的天赋本就不错 既然没有被废 对于我们圣剑宗来说 也是好事 陈天极还有修为 看来 我之前下手太轻了 陈天极 你不是被废了吗 柳如月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吗 陈天极 你别得意 就算我杀不了你 南哥哥也会杀了你 好 我暂且留你一条性命 但也不是我不想杀你 而是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我如何把你崇拜的南哥哥 狠狠踩在脚下 就凭你 就算你没有被废 也只有四品境界 而如今的南哥哥 施下仙灵花 早已突破六品强者 即使是你师尊红颜 也只有六品境界 好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 欧阳南 可可跟我一扇 陈师兄是疯了吗 他怎么可能是欧阳南的对手 这欧阳南正愁找不到机会杀他 他居然主动来送死 柳师妹说的对呀 抛开圣女舞台 现在的欧阳南 已经是圣剑宗弟子第一人了 实力直逼长老 嗯 师兄说的对呀 不可呀天极 速速退下 你刚刚战斗了一场 下面该轮到其他弟子了 别啊 红长老 你这样可是会打击 其他弟子的斗志 下一场 陈天极对战欧阳南 陈天极对战欧阳南 红长老 陈天极这次死定了 大长老 你太过分了 城王败寇 弱肉强食 本就是修行界的法则 你徒弟既不如人 快在了谁呢 陈天极虽然击败了柳如月 但实力静静 远不住欧阳南 真不知这家伙怎么想的 居然愚蠢到主动挑战欧阳南 小月 放心 师兄会替你报仇的 竟然敢主动挑战欧 谁给你 你枪揍我的仙灵花 废了你丹田 来栽赃谢太后 咱们之间的账 该算一算 我们又品枪着 什么跟我斗 很了不起 六品 为什么你也是六品 真是天助我图啊 你得意什么 虽然他们二人都是六品经济 但我儿 可是掌握了圣剑宗最强大的剑法 圣人开天 杀一个陈天极 还是绰绰人 圣人开天威力非同小可 天极怕是有危险了 陈天极 没想到 你居然能找到仙灵花来死的宝 所以才能突破六品 不过没用 我们只要试斩出圣人开天 你必死无疑 好 那你还不过来试一试 试就是 人开天 那圣人开天不动小许 保险期间还是使得工法 我们的落叶棍法 不 赢了 怎么可能呢 陈天极赢了 你们看到没有 那是我红颜的徒弟 好厉害的棍法 陈天极的灵力 浓郁道甚至可以越境战斗 这家伙 我倒是想瞧他了 陈师兄好厉害 居然击败了欧阳南 在这个剑修的世界 棍法居然可以这么厉害 看来 我以后要改学棍了 你拉倒吧 你要是有陈师兄那天赋 你的实力 早已堪比大长老了 就你的这块 这怎么可能 陈天极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南哥哥虽然输了 但毕竟是大长老的儿子 现在正是我在未来 国家面前表现的时候 南哥哥 你没事吧 我明明废了他的担天 他为什么还这么急 为什么 去问问阎王你就知道了 陈天极 你想干什么 我说过 你们欠了 我会百倍讨回来的 欧阳南废我丹田 就让他用命来还 你要想杀南哥哥 除非从我身体上跨过去 朕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敢杀黑头门吗 只准你们杀我 就不准我杀你们 今天 你们两个都得死 找死 天极 天极 大长老 你还要不要脸 居然向弟子出手 他想加害同门 该杀 明明是柳如月和欧阳南 先要杀陈天极 陈天极只不过是 以牙还牙罢了 怎么 只准你的儿子杀别人 就不允许别人杀你儿子了吗 这是宗主的圣剑宗 还是你大长老的圣剑宗 红长老 别胡言乱语 这当然是宗主的圣剑宗 我只是代表宗主 执行宗规而已 陈天极今天必须死 师孙 这种阴险毒辣的人 根本不配当大长老 我配不配当大长老 不是你说了 再说 你马上就要死 我不需要你操心 今天谁死 才不一定呢 七灵前辈 我现在能开启天枢多少篇 主人 现在是六厅境界 能开启第二篇 第三篇 全部开启 是 开启天枢第二篇 获得一缕精纯灵力 主人可立马突破 七品竞技 开启天枢第三篇 获得神级杀招 没停万军 我的天哪 陈师兄居然突破了 他甚至都没有修炼 好诡异的天赋 七品竞技 是令堪禀三长老呢 这家伙 天赋好生扬你 只可惜 大长老乃九品强者 就算他临时突破 七品境界 也根本不是大长老的对手啊 临时突破 天赋不错 可惜 还差得远 大长老 你快杀了那废物 天赋快走 神级杀招 离开我 天赋 神级杀了九品境界的大长老 神级杀了 陈师兄的实力好恐怖啊 居然连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七品杀九品 凭声简介呢 完了 欧阳南彻底没有靠山了 这不可能 陈天洁 怎么可能杀了大长老 杀了我娘 我跟你没完 要干什么 小月 拦住她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命令我 什么意思 我之前选择你 那是因为你娘是大长老 我以为跟着你会有更好的前途 可没想到 你娘也不是陈天洁的对手 我柳如月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废物 你 陈师兄 我知道你还喜欢人家的 我之前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 你可以原谅人家吗 你觉得呢 人家和欧阳南在一起 那是为了故意气你 想看看你在不在乎人家吗 现在人家知道错了 以后我会乖乖地陪在你身边 给你相父教子 洗一做饭 好不好 柳如月 真让我恶心 你真让我恶心 陈师兄 你弄疼人家吗 这柳如月这个小贱人 真是够了 之前见欧阳南是大长老的儿子 就背叛陈师兄 现在陈师兄变强了 又赶着道歉陈师兄 陈师兄又不是修破烂的 怎么可能会原谅他 陈天洁 你想干什么 我说过 今天你和柳如月都得死 你杀不了我 你只为我踩在脚下 我看今天 还有谁能保你 宗主 还等什么 宗主 陈天洁虽然杀了大长老 但他现在的实力确实不凡 宗主饶他一命 让他替宗门将功赎罪吧 师尊 为什么 杀了我娘 我爹肯定要为他报仇的 今天你们这些人都得死 你爹 世人 知道欧阳南的母亲是大长老 谁不知他父亲是谁 同时至终 欧阳南 同时我的私生子 不然 那么大长老在宗门胡作非为 你以为我看不到吗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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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杀了这小子 你绝口呼喚 陈天洁 我看你天赋不错 我很欣赏你 只要你愿意服下毒药 我可以饶你 你放心 我会定期给你解药的 你看如何 做梦 阴丸不灵 既然如此 你就去死吧 死 王倩 你是圣剑宗的圣女 你也要跟本座作对吗 圣剑宗 是所有弟子的圣剑宗 不是你的一言草 你纵容私生子和大长老 不作非为 还出手杀掉了红颜长老 这样的圣剑宗 为敌 又如何 我那十一瓶强者 我连你也杀了 十二瓶 你什么时候突破的 我离开家族 本就是为了魔力 圣剑宗 也只是我魔力的一部分 我的使力 超越你这小门小派的宗主 有什么稀奇的 欧阳侃 陈天洁 我要带走 你有没有意见 既然不说话 那就是没意见 想要报仇 先提升实力 留在这儿送死 没有任何意义 你说得没错 总有一天 亲手为师尊报仇的 给我等着 父亲 就这么把他们放走了 要不然呢 你没看到 房间是十二瓶强者吗 要我死在这里 你才开心吗 要我死在这里 你才开心啊 不过 你娘被杀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 接下来 我会送你去 主海宗修行 主海宗 修行界 四大势力之一的 主海宗 修行界是无边无际 圣剑宗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宗门儿子 你能够进入主海宗 就有机会成为一里于世界之殿的超级强者 那时候 你还怕杀不了一个 陈天极吗 太好了 爹 我什么时候起床 请快吧 你先回去收拾行李 南哥哥 我陪你一起去主海宗吧 滚 刚才不是和陈天极说 想跟着他吗 人家刚才 只是一身糊涂 真是够蠢的 居然没想到 欧阳南不仅是大长老的儿子 还有一个当宗主的爹 而且他以后要是成为 主海宗的超级强者 我岂不是也能飞上之头 当凤凰 南哥哥 你就原谅人家一次吗 柳如月 你是认为我还会要你吗 哎呀 南哥哥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吧 再说了 我比谁都了解陈天极 等你实力变强 你想杀他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找到他吗 嗯 南儿 如月说的有道理 赶快留下来陪你吧 谢谢宗主 谢谢南哥哥 是尊为我而死 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你不能为他报仇 那才是对不起他 你说得对 早晚有一天 我毁灭了圣剑宗 你 接下来用什么打算 我要好好修炼 法财屡地 修行一等 只靠努力 是没用的 我建议你去参加 四大势力的入门考核 四大势力 是修行界最强大的存在 远不是圣剑宗 这种小宗门能比的 那我应该 加入 四大势力 分为两宗两族 刀剑神宗 主海宗 上古圣族方家 天行者一族陈家 两大家族你是没法加入的 刀剑神宗只修刀剑 你的武器呢 是棍 所以 我建议你去主海宗 多谢圣女 我记下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圣女应该是 上古圣族方家的子弟吧 你倒是聪明 我离家魔力多年 是时候返回家族了 怎么忽然叹气 是觉得你我二人差距太大 配不上我 陈天极 你不会真以为 上次发生了 和欢散那种事 就可以当我方家女婿了 不 不敢高判 我 真没出息 圣女 什么意思啊 好好修炼 等你什么时候 突破十三品 比我强了 便来方家找我 当真 真是个傻子 哎 上古圣族方家 我会去的 家主 我们跟丢了少爷的行踪 怎么回事 小少爷在圣剑宗击杀了九品长老 被方倩救走 就此消失 不愧是我陈昌星的儿子 年纪轻轻 就能击杀九品强者 家主 要不要把小少爷找到 把他接回来 不必 我们陈家 作为四大势力之首 每一代继承人 都要经历 像他一样的苦难 让他们自以为 出身贫苦家庭 然后父辈消失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游走在生死边缘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裴供凤 找到天极 不要声张 暗中关注即可 是 不愧是修炼 这四大势力之影 好生气派啊 咱们可要好好 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外门门主亲自招礼 如果被门主大人 选中招为弟子 那可就一步登天了呀 这位道友 你们说的外门门主 这个外门是什么意思呀 这你都不知道 朱海宗分为内门和外门 普通弟子 只能在外门休息 只有真正的精锐 才能进入内门 内门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原来如此 南哥哥 你看 陈天极也来了 真是会 陈天极的师父死在圣剑宗 他不会来找我们报仇吧 这里可是四大势力之一的 朱海宗 量他也不敢在这里撒影 那就好 那就好 他虽然有修为 但没有丹田 我估摸这是进不了朱海宗的 欢迎诸位修师 千里迢迢来参加我朱海宗的 入门考核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外门徐海峰 这位可以称我为徐长老 这位是外门王明海 王长老 要隆重介绍的是 这位 便是我朱海宗的外门门主 这次入门考核 由门主大人亲自主持 这次考核 由门主大人亲自主持 朱海宗的考试三年一次 凡对朱海宗不了解的修士 本座将介绍一下 朱海宗的入门考试的规则 此物回太上混沌中 凡参加入门考核的修士 将灵气注入其中 太上混沌中 就能感知到你们的修炼天赋 如果太上混沌中发出终鸣 就算通过了入门考核 好简单 比我的天赋 肯定能够引发终鸣 门主 门主 我先来试试 我来 此子 通过入门考试 我来 又如月和欧阳南怎么在这里 真是冤家陆宅 小月 干得不错 南哥哥 我通过考核了 那道金钟虚影 为何没有消散 这证明 金钟 要想第二次了 这证明 金钟 要想第二次了 好像啊 太上混沌中 居然想了两次 这还是这么多人 你第一个把太上混沌中 敲响两次的人 这说明他天赋 异于成的人 好好好 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三次 此次天赋 堪强妖孽 这个徒弟 我要了 谢海风 那徒弟凭什么给你啊 应该归我才对 王战老 稍后 我送你件法宝可好啊 这徒弟啊 就让我了 徒弟虽好 但是法宝更重要 行吧 让你吧 我相信后面还有妖孽 王战老 别做梦了 能让混沌中 想三次的人 后面是不可能有了 往年考核 最好的天才 也不过两项而已 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啊 在下欧阳南 你可愿拜老父为师 当然愿意 弟子欧阳南 拜谢师尊 好好好 上来吧 南哥哥 那个真是太棒了 你刚加入竹海宗 就能拜入长老门下 我可比那个姓陈的废物强多了 下面 还有人参加考核没有啊 门主大人 我来试一试 门主大人 我可以试一试 静晨呐 你连丹田都没有 怎么激活太上混沌中啊 就是 你别在这儿对人现眼了 伯儿 你认识此人 回禀师尊 伯儿 本来是同乡 我感知了一下 此人 没有丹田 年轻人 没有丹田 灵力 就无法激活太上混沌中 你还是 快些离开吧 门主大人 谁说没有丹田 就没有灵力了 这是修行的铁律 难道 你有例外不成 竟然真有灵力 好特殊的小子 还想混沌中居然醒了 算他走运 是两下 看来 这又是一个天赋 高于常任天才 三下 这又是一个妖孽 看来 我外门又要多一个妖孽了 齐政老 你已经有了欧阳南 这个徒弟 你总不该再跟我抢了吧 王政老 你得一个毛啊 私子也不过三下而已 我已经有了欧阳南 那俩天赋都一样 不看 金钟虚影没有消散 这说明金钟还会再想一次 感谢学生老 把这么好的徒弟让给我呀 这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四次 这三十年可从来没有做 不想 此次居然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五次 这样的天赋啊 简直是个超级妖孽呀 学生老 把这么好的徒弟介绍给我 你是不是特别的后悔啊 算你老小子走运 看来我这一门 要崛起了 六下 他的天赋 竟然让太上混沌中 出现六下 上次六下 还是五百年前 后来那位妖孽 进入内门 甚至成为 五大长老之一 这么说 我这个做师傅的 以后可要抱徒弟的大腿咯 王长老 话 不是为你太早了吧 此次 没有拜师呢 门主 你 你这是要跟我抢徒弟吗 我是门主 难道 你们收徒了吗 门主 你不在正玩的呀 哼 官长老 这下被门主截胡 你说 这妖孽 是拜门主大人为师 还是拜你这外门长老啊 哈哈哈哈 你想到这脚 天赋这么油腻 居然让门主大人 受他为徒 陈天玑要是成了 门主的徒弟 那以后在主海宗 他一定是要报复我们的呀 南哥哥 这个怎么办呀 这个机会 陈他不备 我的做 他要是成长起来 必成大魂 对 看来我的天赋 最多只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六死 主人 你已突破七平境界 可以开启天书第四篇了 天书第四篇 拥有精纯的混沌之力 可以帮助您洗金法锤 活在混沌之体 混沌之体 很厉害吗 当然 算得上是修行界最强体质 好 开启天书第四篇 稀想 德子的天赋 竟然能与我比接 这个徒弟 我收定了 恭喜门主 贺喜门主 门主 这个妖孽本来是我的徒弟 你是不是要补偿我一下呀 好说 好说 混沌之体果然好用 太上混沌中又响了 混沌中响了七十 整个外门只有门主才有如此天赋 没想到咱们今天能看到一位绝世妖孽的诞生 八声 此次天赋 竟然让太上混沌中响了八声 这可是咱们竹海宗宗主才有的天赋 看来 我们竹海宗又要出一位超级强者了 这太厉害了 门主 这么大的事 咱们得禀报宗主吧 先不着急 如果上报宗主就会被宗主收位内门门主 把这个外门门主就没法收这个小子为徒了 这怎么可能 那太厉害了吧 就是啊 天赋异禀啊 这天赋 相传 太上混沌中是开山祖师爷所创 最多酒饷 是被绝想 竹海宗创办三万年以来 迄今为止 也只有祖师爷一人能让混沌中酒饷啊 这岂不是意味着 此子的天赋已经超过老祖族了 徐长老 如此大事快去禀报宗主大人 是 绝想 你是一个狗杂主 凭什么让混沌中发出地球声绝想 我吃了香菱花 天赋飙升 也只能让混沌中发出三声声响而已 这珠海宗不能再待了 柳如月啊柳如月 你真是愚蠢啊 以前怎么就没看出 陈天极有这么好的天赋呢 要是没有背叛陈天极 那等陈天极成长起来 我不就能母一天下了吗 柳月 咱们走 为什么 以她的表现 肯定会成为 珠海宗亲力培养的对象 她如果在这里站我们脚跟 也会杀了我们 替她师尊报仇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要走你走 我不走 什么意思 我之前是看待你是 圣剑宗宗主的儿子 所以我才愿意继续追随你 可是以天极哥哥的天赋 和今天的表现来看 实力超越你那父亲 是迟早的事 甚至 他还可能成为 站在修行界顶尖的大人物 我要重新选择天极哥哥 你曾经背叛过他 你觉得 他很会选择你吗 以前陈师兄那么爱我 他心里肯定还有我 只要我表现得 乖巧一点 他就一定还会原谅我的嘛 好你个柳如月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你等着 好你个柳如月 你等着 门主大人 王长老 顾知在下 是否通过入门考核了 何止是通过呀 整个竹海宗 都为你而骄傲 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陈天极 哦 陈天极 本座 记住你了 宗主说 此次破格 收入内门 果然如我所料 这可惜呀 我和他 没有师徒缘分 陈天极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由于你的天赋 混沌中响了九声 所以宗主特批 让你直接进入内门 做内门的弟子 弟子陈天极 谢过两位长老 和门主大人 陈天极 随我走吧 我带你去内门 是 我们通过考核 才勉强成为了外门弟子 这家 却一步登天 成为了内门精锐 羡慕不来 谁让人家天后妖孽 永如月 加油 陈天极一定还喜欢你 陈师兄一定还喜欢着你 以后在珠海宗 要努力求对他的原谅 徐长老 您不是说内门 有五大长老吗 怎么眼前只有四位 内门分 金 木 水 火 土 五大长老 徐长老出了些事 至于什么事情 不能告诉他 别记 不该问的 别瞎问 准备拜师吧 弟子陈天极 拜见四位长老 弟子陈天极 拜见四位长老 陈天极 你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九次 可见你的天赋 何等妖孽 我们这四人当中 你可任选一位 拜为师尊 少年人 换走其他山门的 内门弟子 想要拜师 那必须要经过 重重的考核 而你单独 却能选择一位师尊 不冤不浅 你可要好好珍费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谢四位长老后爱 我方才感知了一下 这年轻人好像没有丹田 没有丹田 那我要看看 果然没有丹田 没有丹田的话 他是怎么修行的 虽然不知道 他在没有丹田的情况下 为何能修炼出灵力 但注定无法成为 修行界顶尖的强者 如此看来 他能让太上混沌中 想九字 并非他的天赋 何等了得 而是因为他没有丹田 导致了混沌中 无法正确判断 他的天赋 所以才会产生 绝想的情况 原来是个 混水摸鱼的废物 我建议将他退回外门 服役 服役 你没有丹田 无法成就志强大盗 我们不能收你为徒 你还是速速 重回外门吧 这那门四大长老 可真够现实的 翻脸比翻书还快 弟子给四位长老添麻烦了 这徒弟 你本不要 我要 这徒弟 你本不要 我要 水长老 谁允许你 善入长老阁的 宗主 可是罚你面壁 百年思过的 这位便是五大长老之一的水长老 好美啊 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竟被罚面壁百年 宗主只说让我在 竹海宗面壁 可没说让我在竹海宗 哪个角落面壁 只要我不出竹海宗 便不算坏了规矩 金长老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 大可去宗主那提便可 水长老 你勾结奸人 杀害副宗主 犯下滔天大错 你还敢如此狂妄吗 金长老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副宗主寄予我的美色 想对我图谋不轨 这才被我反杀 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而已 我一个年纪最小的水长老 又是女子之身 实力却远远超过你们四位老家 甚至还超过副宗主而已 这让你们很没面子 奉刺 主公 小子 你可愿拜我为师 弟子陈天极 拜见世尊 起来吧 你也看到 我在这竹海宗不受人待见 如果你做了我的徒弟 同样也会遭受排挤 如此这般 你还愿拜我为师吗 弟子只知道 在四大长老羞辱我是废物的时候 只有你愿意受我为徒 不错 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从今以后 便是我上官轻柔的徒弟了 多谢世尊 世长老 你既已收徒 就请速速离去吧 长老阁不欢迎你 急什么 灵力分为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 长老阁中 有测试灵力属性的灵力石 为师先帮你测试一下灵力属性 如此才好 阴才事件 陈天极 一会儿你将灵力输入前方金顶里 五大长老高座 对应五种灵力属性 哪个高座亮起 就代表你属于哪一种灵力属性 试一试 水长老 不要百费力气 怕连丹田都没 根本不具备修炼任何属性功法的天赋 这四个老家伙 如此瞧不起我 那就让你们看看 蓄力神功的力 没有丹田 我也会有如此浓郁的金属性灵力 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谁都拦不住我 金长老 现在后悔可太晚了 陈天极已经是我的徒弟了 双属性灵力 此次竟然同时具有金火两种属性 这真是万充无一的战斗天才啊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没有丹田的 太上混沌中测出一个人的修炼天赋 林立石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战斗天赋 此次不仅能让太上混沌中发出觉想 居然还具有双重灵力 一旦成长起来 高手如云的内门也会大放异彩啊 天哪 竟然有三属性灵力 天哪 竟然有三属性灵力 是具备三属性灵力 也就是说陈天极可以跨越境界 挑战更强者 我后悔了 如此妖孽的弟子 必须是我的徒弟 我呸 我长老 你没看到那灵力是金色的吧 他应该是我的徒弟 谁都别和我争 我这阴脉徒弟最少 陈天极应该是我的 你拉倒吧 土长老 陈天极三种属性 只有金河水 没有土 就是轮也轮不到你 我阴才是教不行吗 你快看 陈天极的灵力中有图属性 我长老 你还说我没有资格当他的师尊吗 四属性灵力 整个修行界 从来没有人能同时具有四属性灵力 妖孽 这真是修行界独一无二的妖孽 这样的妖孽 我收定了 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金长老 刚才明明是你们四位长老 嫌弃陈天极 陈天极才败我为师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谁说晚了 你在珠海中 就已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陈天极 跟着你能有什么前途 这样的妖孽 只有败我为师 才不浪费天赋 金长老 此言诧异 我看 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他的师尊 陈天极是我的 你们谁都被和我抢 怎么 楚长老 不服 干一架 打就打 谁怕谁啊 不好玩不好玩 陈天极天生就没有修炼 木属性功法的天赋 要不然 我也可以跟各位争一争嘛 无种属性啊 这小子居然同时拥有五种属性灵力 只要这小子灵力里夹杂着木属性 说明我也可以成为他的师尊 各位 不好意思了 这个小徒弟 我跟你们争定了 混沌中酒响 灵力全属性 不论修行天赋还是战斗天赋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此有你若是成长起来 实力可怕不在我五大长老之下呀 这个徒弟必须是我的 放屁 小子 你愿不愿拜我为师 我说你为关门大弟子 陈大 无论这几个长老给你许诺什么 我都嫁一杯 别说了 昂昂长老 竟如市井富人砍价一般 成何体统 陈天极 诚然 刚才我看你没有丹田 对你有些误会 现在 纠错也不晚吧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作为五大长老之首 我所能提供你的修炼资源 使其他长老都比不了的 金长老 当着我的面翘翘翘 恐怕不合适吧 这样的天才妖孽 拜你为师 你不报天天物 我建议 那是由陈天极 自己选吧 好 那就让他自己选 陈天极 一个是已经被逐出长老阁的人 一个是五大长老之首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选择 弟子知道 弟子选择 水长老 陈天极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弟子当然知道 金长老 弟子虽然年轻 但也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 水长老不嫌弃弟子 弟子 当然也不能让水长老失望 金长老 你听到没 陈天极 是我上官轻柔的徒弟了 陈天极 你既然选择了水长老 那你可不要后悔 再过一个月 就是一年一度的两宗大会 到时刀剑神宗和竹海宗的精锐弟子就进行比拼 你在水长老手下学艺不精 倒是丢了性命 可别怪我们哪 弟子 绝不后悔 滚 看到没 咱们这一脉 住得如此简陋 你可有悔意 不悔 您都说了 您之所以被罚 是因为副宗主 为您图抹不轨 所以您才杀的 您的实力 比四大张老高强 甚至比副宗主还要强 能拜你为师 是我的福气 你愿意相信我 弟子相信师父 是天经地义的 好 不愧是我看中的弟子 娘 这就是你新收的 小徒弟吗 对 他叫陈天极 真是我女儿 您女儿这么大了 但看起来 你俩年纪相仿 你这小师弟 倒是会说话呀 不过我娘境界高深 有五百载寿员呢 当然住眼有数了 天极 你可知道 为师为何要收你为徒 毕竟在这之前 我并不知道 你有五种属性灵力 这是否和金长老口中的 两宗大会有关 真是聪明 修行界分为四大势力 两宗两族 其中刀剑神宗和竹海宗 势如水果 最不对 但是两大门派 就不可能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就研究出了 两宗大会 每宗各派出十名精锐 弟子进行较量 输的一方 一年内要俯首称臣 还要进贡三百万灵石 你要知道 竹海宗一年的总收成 才八百万灵石而已 俯首称臣 这也太羞辱了吧 是的 而且竹海宗 已经连输一百八十年了 在修行界 刀剑神宗的弟子 每次见到我们竹海宗的人 都趾高气昂的 真让人生气 内门分为金木水火土 五大长老 按理说 每年两宗大会 各派两名弟子参战 只是我这一脉 仅小枫一人 人数不够 所以必须再收一位弟子 来参加两宗大会 我必须再收一位弟子 来参加两宗大会 我明白了 师尊放心 我一定努力修炼 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可惜 你拥有全属性灵力 我真不知 该传你什么功法才好 师尊 我有合适自己的功法 您无需担忧 是吗 那太好了 你用什么武器修炼 棍 在这个剑仙满天飞的世界 你不修剑 居然修棍 这位白道 大开大 刚打霸道 无压有限 真是巧了 为师手里刚好有一门 极品棍法 分为上下两侧 可以传授于你 上侧名为 棍出如龙 下侧名为 直倒黄龙 多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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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极品棍法 比落一个粉墙的多 现在才掌握上侧 若是能掌握下侧 战斗力 还能再度提升 小师弟 练得怎么样了 你掌握了上侧 真不错 这么快就享有成果了 走 先别练了 我带你去藏宝阁 挑选法宝利器 以我现在的战斗力 若是能得到一件 趁手的宝物 定会更加强大 小师弟 这里就是咱们 竹海宗内门的藏宝阁 咱们修行界的武器呢 分为法器 法宝 还有神器 这第一层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法器 你释放灵力 看看哪一件法器 与你产生共鸣 你就可以带走哪一件 不是自行挑选 而是法器 挑选修士 宝物有灵 当然是宝物挑选你了 好吧 这不是小凤师妹 和新入门的废物吗 金玥 你说谁是废物呢 当然说她 如果她不是废物 为何选择人人喊打的 水长老当师尊呢 你 肯定是金木火土 四大长老不要的 所以她才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戴罪之身的水长老 不像我们金玥师兄 那可是首席长老的亲孙子 就得到了长老的真传呢 来月师妹 快把这废物带走吧 就凭她也妄想 得到法器的认可 这藏宝阁里的宝物 她一件也带不走 金玥 你少瞧不起人 我瞧不起她 你要是不信 让这废物试一试咯 小师弟 别理他们 放心吧小师姐 我才不会跟 莺莺乱叫的野狗 一般见识 小杂岁 说谁是野狗 谁乱叫 谁就是野狗呗 你 怎么 你是野狗啊 就会成捅蛇之力 我看等会儿 没法器认可 到底谁丢领 怎么会这样 小师妹 你看 陈天机就是一个 没有丹田的废物 要不然没有法器认可他 在兄弟 法器可是最弱的存在 居然连一件 认可他的法器都没有 真是丢人至极啊 不怕呢 你就干脆用 普通人的铁器得了 就别妄想能够拥有 属于自己的宝物了 就是就是 闭嘴 不准说我的小师弟 没事的小师弟 肯定是藏宝阁的 法器不够多 回头咱们去 主海宗外找一找 我的混沌肢体 能清晰地感觉到 楼上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我 这些法器之所以没有动静 并不是拒绝我 而是被楼上那股特殊的力量震慑 不敢选择我 小师姐 这楼上是什么呀 一楼是威力最弱的法器 二楼则是威力强大的法宝 那我能不能去楼上试试 走 陈天杰 别挣扎了 连法器都不认可你 法宝怎么会认可你 加酒喝多了嘛 就是就是 你们呢 赶紧鬼出藏宝阁吧 真是丢人现眼啊 小师弟 别搭理他们 我带你上二楼 这 走 法宝的威力远受法器 所以即便是咱们主海宗呀 也只有不到一百件 主海宗冲剑以来 还从未有过新人获得法宝的先例 那些获得法宝的 哪一个不是主海宗属的商号的强者 比如我们金蕴师兄 就有一件法宝 金蕴师兄 可是那门弟子第一人 实力比很多外门长老还要强 低调 低调 我 小师弟 别搭理他们 你先试试 看看能不能得到法宝的认可 嗯 小师弟 看来法宝也跟你无缘啊 我就说嘛 连最弱的法器都不认可你 法宝怎么会认可你呢 这些宝物都是有灵性的 怎么会选择一个废物当它的主人呢 就是 还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功夫 真是 这藏宝阁三楼是什么呀 藏宝阁三楼存放的是神器 神器是修行界最强大的宝物 咱们主海宗一共有五件 一件在宗主手里 还有一件在金长老手里 另外一件在我娘手里 剩余两件呢 暂时没有得到任何人认可 连土火木三位长老 也没有得到认可吗 没有 神器之灵骄傲强大 想得到它的认可 难如登天 我要去三楼试试 啊 小师弟 要不我还是算了吧 没可能的 废物就是废物 真是不撞南枪不死心的 连最弱的法器都不认可你 神器他会认可你吗 哎 小师弟 等等我 真是废物 这种人 怎么代表水长老 一脉参加两宗大会 只会丢主海宗的脸 你这废物 还真以为神器能认可你 要是我能得到神器的认可呢 如果得到神器 以后我每次进你 都给你行礼 反过来叫你师兄都可以 好 但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和我跨下钻过去 这小师弟哪里都好 就是太子大 那可是神器啊 连三大长老都都不到认可 你一个刚入门的新人 又岂能得到神器认可 清天喜 看见没有 神器有灵 毫无动静 人家压根不屑理你 没召唤我吧 怎么可能 这死飞舞居然得到神器的认可 小师弟 你可真是天命之人啊 拜见宗主 宗主 那个 弟子陈天喜 拜见 无须多礼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你刚入宗的新人 竟能得到神器的认可 第四件神器的出事 真是天佑 我楚海宗啊 陈天喜 你愿意拜本座为师吗 我亲自指导你修行 我亲自指导你修行 我 这死飞舞 真是好运气 居然让宗主大人 收他为徒 宗主 不带这么翘墙脚的吧 昨日听闻水长老 新收了一位弟子 起初我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 这位弟子刚入门 就得到神器的认可 真是让人大为惊叹啊 天洁 恭喜你获得新神器 此物名为香逢棍 香逢棍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香逢棍 好名字 谁长老 虽然冒昧 这位弟子 你能不能让给我 我可以免去你面壁 百年的责法 不可以 那好吧 真是可惜呀 此子若是在我手上 定能拥有更大的成就啊 陈天极在我手上 也会拥有通天的成就 你确定 确定 既然水长老这么有信心 那我就不多人所好了 只是再过一段时间 便是两宗大会了 届时希望水长老的教导 能让陈天极 为我主海宗 赢得荣耀 一定 天极 好好珍惜香逢棍 神器则主 大为不宜 宗主 天极会的 想不到你这小子 刚入宗不久 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连宗主大人 都被你吸引过来了 走吧 两宗大会即将开始 好好修炼吧 是 别忘了你的承诺 以后见到我呀 该叫我师兄 陈天极 你休想 别以为得到神器 你就天下无敌 修行借强者为尊 两宗大会 有你丢脸 走 天极 两宗大会将近 接下来你得抓紧时间修炼了 你虽有神器相助 但境界毕竟太低了 师尊 两宗大会弟子都是什么境界啊 除了你 咱们竹海宗派出的九位弟子 境界皆在九品以上 而刀剑神宗派出的十位弟子 境界皆在十品以上 刀剑神宗这么强啊 修行界四大势力 两宗两族是有排名的 竹海宗排行最末 上古圣族方家排行第三 而综合实力排行第二的 则是刀剑神宗 最强的则是陈家 因为陈家肩负着守护 修行界的使命 又被称为天行者一族 同样都是姓陈 我却从小孤苦伶仃 是人和人啊 真是不能比 小师弟 你要是天行者一族的话 你也禁不了朱海宗啊 咱们相识可是缘分 说的也是 所以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的时间 你得抓紧时间修炼 尽可能地提升境界 放心吧 师尊 我会的 好一个神机功法 短短四天 我就突破了八瓶境界 主人 您只需要再突破一层境界 就可以开启天书第五篇了 我倒想看看 这第五篇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惊喜 从八瓶到九瓶 只用了六天时间 好一个须觅神功啊 主人 是否开启第五篇 开启 这是何物啊 此物 名为九转昏昏丹 是神级救命丹药 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 好东西啊 这不是意味着 我又多了一条命啊 正是 我现在九品了 是时候可以练 师尊传给我的棍法啊 下你 是后一条命啊 我当做了一条命啊 不是 是 是 师弟 你练习棍法 已经废刑忘失好多天了 现在进展如何 性不辱命 已经彻底掌握 下策指导黄龙 娘让我来告诉你 距离两宗大会开始 还有九天时间 你千万不要修炼过头 忘了时辰 放心吧 师姐 我一定准时参加大会的 好 时间不多了 争取在两宗大会之前 突破食品境界 祖宗主 两宗大会终于又开始了 我提前想感谢贵宗赠予的 三百万零食 弟子们还没有比拼呢 叶宗主这话 说得有点太早了吧 早吗 你们楚海宗 已经连输一百多年了 难道今年会有奇迹发生吗 叶宗主 今时不同往日 今年我楚海宗 并会给叶宗主一个大大的惊喜 作为那门第一人 我会让你们刀剑神宗 见识到我们楚海宗的厉害 真是年少轻狂啊 真是年少轻狂啊 既然如此 卢宗主 咱们两宗大会就直接开始吧 更有此意 今年两宗大会正式 第一场对决 由刀剑神宗 冯月 对善 主海宗 主海宗 离圣东 两宗大会就已经开始了 陈天极怎么还没出关 娘 小凤 战况怎么样 时长比拼 已经输了两场了 我长老派出的两位弟子全败了 刀剑神宗 不愧是四大势力中排行第二的强大存在 我在这里继续等着 你再去关注战况 是 朱宗主 已经六场了 主海宗六场全败 这 两宗大会 还有笔下去的必要吗 当然有笔了 主海宗 就没有不债而降的先例 金长老 接下来 这一位的两位弟子出战了 是 陈天极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出关啊 怎么样 小凤 现在战况如何 七场了 我们已经连输七场了 连金长老的弟子也败下阵来 接下来的第八场 该金蕴出战了 怎么会这样 刀剑神宗就算实力再强 咱们主海宗 也不可能一次都不赢吧 第八场应该不会 金蕴虽然人品不行 但毕竟是咱们内门弟子第一人 我觉得应该不会输 不能再等了 等金蕴对战结束 就轮到咱们这一脉 咱们先去盐武场 好为天极争取一点时间 好 终于突破视频境界了 要走大会 我挨了 木长老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自己不会看 放老子起来 我们重新比过 放开我 这是我主海宗弟子第一人吗 真是差劲 今年两宗大会 咱们主海宗连输八场了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 以后行走修行界 见到刀剑神宗的人 怎么连头都抬不起来 他们把金蕴师兄踩在脚下 简直在打咱们的脸 不是还有两个人没有出战吗 陈师兄还没现身呢 陈师兄 你是说陈天极 他一个刚入宗的弟子 拿什么硬刀剑神宗啊 宗旭 吹一下吧 走 真是废物 朱总主 八场 都连输八场了 还有比下去的必要吗 如果连输十场 你们朱海宗以后 在修行界要怎么做人呢 依我看 适可而止 继续 我就不信 朱海宗连一场都赢不了 朱总主 可千万不要上头 我给你台阶下 你就下嘛 够了 水长老 接下来给你这一脉的弟子出战了 是 小凤 接下来该你出战第九场了 是 既然朱海宗非要自取其辱 那么本座就满足你 第九场 魏不凡 你来领教领教姑娘的高招吧 是 想不到朱海宗还有这么水嫩的女弟子 真不愧是出自水长老的一脉啊 要打就打 说那么多废话作事 急什么 好不容易遇到个小美人 当然要调戏调戏呀 小大修 小大修 留在楚海宗也没什么前途 不如从了我 我一定让你愈先愈死的 别贼 小丫头骗子 居然搞偷袭 给脸不要脸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丫 道家山宗 这是要下死守啊 宗主 小丫已经落败 请立刻终着对决 第九场对决结束 这么轻易就想结束比赛 老子不同意 好狠狠的手 他竟然废了伤官小丫的奔田 小丫 你没事吧小丫 叶宗主 贵宗弟子的手段 是不是太歹毒了 歹毒了 明明是你们 主海宗的弟子实力太弱 刀剑板无眼 伤了残了 没办法 你们自己实力不济 又怪谁呢 你 就算如此 可我们明明已经认输了 贵宗弟子 何必要费了 上官小丫的奔田 丹田一废 他就成了废人 还说你们刀剑神宗不歹毒 怎么 打你们一个二个 这是要准备和我们刀剑神宗开战吗 是自己没有能力 培养出优秀的徒弟 却怪我们刀剑神宗的弟子实力太强 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有能耐你们主海宗的弟子 也废掉我们的丹田 可惜你们没有那个能耐 废物就是废物 你们主海宗全都是一群废物 刀剑神宗真是欺人太甚 这是既在咱们左海宗脑门上拉屎啊 魏不分 你他妈说谁是卫物 有准 有准咱们打一场 金月 你是我们刀剑神宗的手下败将 你没资格跟我打 你 那我有没有资格跟你打 那我有没有资格跟你打 是陈天极 作为水长老新收的弟子 第十场对决 你当由他出战 陈天极只是刚入宗的新人 连内门弟子第一人的金月 都败下阵来 他能行吗 这也是十场全败 在竹海宗以后再修行界 可就彻底抬不起头了呀 抱歉小师姐 我来网了 这个仇师弟会帮你报的 天极 刀剑神宗实力非常强大 现在是第十场对决了 还是弃赛吧 我就小缝和你两个徒弟 为师不能再失去你了 小师姐像我的亲人一般 这笔血债 无论如何我都要讨回来 先起来 来 师尊 你先带小师姐下去 请宗主开始第十场对决 好 不愧是我祖海宗的弟子 有血性 陈天杰 以前我虽然瞧不起你 但今天你要为祖海宗血耻 以后我喊你师兄都行 叶总主 请派出这一轮你们出战的弟子吧 等一下 怎么 你小子不会怕了吧 叶总主 一对一 有什么意思 你们刀剑神宗不是很强吗 干脆让你们十个弟子一起上 我要打十个 我要打十个 莫得听 陈天杰也太狂了吧 咱们朱海宗已经连输九场了 他居然要打十个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华中去闯 朱老头 你们朱海宗的新人都这么狂吗 还知道此字怎么写吗 陈天杰 不要胡闹 小子 现在不是让你出风头的时候 我看你脑袋是被门夹了吧 想当朱海宗的救世主 我就问你 敢 还是不敢 笑话 我堂堂刀剑神宗 会判你这个废物 当他报仇 就凭你 也不费 如为刀剑神宗弟子 你原这家伙非要找死 我们就随了他的愿吧 好人做到底 他去西天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今年的两宗大会 朱海宗就要全面落败了 胡闹 这简直是胡闹 这不尚敢至送死吗 朱海宗 要彻底沦为修行界的笑柄了 十场连败 一个被杀 一个被打残 你说 我们是先砍断你的胳膊 还是砍断你的双腿呢 一群土鸡娃狗 杀你们 我只需要用一招 你想这不吹牛会死啊 我说过 小师姐的血债 我会让你们用命偿还 神机杀招 雷霆万针 我还以为你有多强 原来只是食品竞技 我这里有八个食品 两个十一品 你拿什么跟我们斗 徐弟们 先联手挡他的攻势 再慢慢玩废他 徐弟们 先联手挡他的攻势 再慢慢玩废他 是 你 点 给我死 怎么可能 这小子只有十平静静 攻势为何如此强悍 好恐怖的杀招 这小子一敌十竟然赢了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啊 陈师兄太厉害了 真是壮帅朱海宗啊 好小子 真不错 你为朱海宗出了口恶气 从此以后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我叫你师兄 咱们朱海宗 虽然前面连输了九场 这后关头 陈天杰竟然力挽瓦了 凭一己之力 就击败了所有刀剑神宗的弟子们 赢了刀剑神宗啊 这小子这次 脆苦拉朽的赢下了 整个两座大会 好强的家伙 这可是咱们朱海宗 时隔一百多年来 第一次赢了刀剑神宗啊 陈师兄赢得漂亮 以后陈天杰 就是咱们朱海宗弟子第一人了 我就知道 陈师兄肯定能一步登席 成为大人 我放弃欧阳南 留下来追求陈师兄 果然没错 叶总主 谁说我 我朱海宗没有人呢 朱海宗你竟然难买阴的 上了这么厉害个小子 我刀剑神宗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什么叫此啊 陈天杰 只是我朱海宗的一个新人 像他这样的弟子 我们朱海宗比比皆是 你 老怪 能怪你们刀剑神宗太弱 就是啊 十个打不过人家陈天杰一个 真是丢人啊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 血债 我用命来还 你你想杀我 我可是刀剑神宗的精锐 杀了我 刀剑神宗不会放过你的 少子 你抗 你这小子 有仇必报 真是凶悍啊 朱总组 两宗大饼 点到几指 杀人就太过分了吧 叶总 你刚才魏不凡 废我弟子 丹田的时候 你好像说过吧 成王败寇 弱肉强食 再说伤残 也在所难免吧 实力不济 这就只能怪他太弱 又如何愿得了我朱海宗啊 好 让我刀剑神宗圣子出关 再向你们朱海宗讨教 本座等你 好 让我刀剑神宗圣子出关 再向你们朱海宗讨教 我们走 太好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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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极哥哥 你累了吧 快喝点水 如月 我要男的 他在哪儿 哦 他怕被你报复 所以没有加入朱海宗 算他跑得快 他们父子杀了红颜世尊 总有一天 我让他血战血肠 天极哥哥 你刚才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 我回头亲自下厨 做两个菜 你倒我呢 咱俩喝两杯 刘如月 我没有杀你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请你以后 离我远一点 天极哥哥 我知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 其实你心里 还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如月 世尊 小师姐怎么样了 我用灵力吊住 她最后一口气 她的丹田 已经废了 世尊放心 我有办法 救小师姐 天极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 你给她吃的是什么 九爪还魂丹 你还会练丹 娘 小师弟 我感觉 我的丹田正在恢复 伤口都没有那么痛了 好神奇的丹药啊 小枫 你的丹田 真的没什么事了吗 娘 你看 天极 真的太感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卫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世尊 你不用那么客气 这事都是徒儿应该做的 陈天极 宗主 你今日为我竹海宗立下了大功 一血前耻 令我竹海宗扬眉吐气 本座决定封你为圣子 并为与内门五大长老齐平 谢宗主 陈天极 不要开心的太子 叶宗主离开之前说过 他会带着刀剑神宗的圣子 前来讨教 据我所知呢 刀剑神宗的圣子叶木白 已是十三品强者 只差一步 就能够迈入半圣境界 半圣 何为半圣 修行者境界 分为一到十三品 再往上便是半圣 也就是距离肉身成圣 仅有一步之遥 不错 罗达的修行界 圣人仅有五位 可见 你也五百十里之强啊 谢两位招牢提醒 弟子会多加小心的 陈天极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你还有好长的时间可以修炼 因为刀剑神宗的圣子出关以后 还要前往上古圣族方家提亲 方家 刀剑神宗早就想与方家列音 这几日 方家的独生女 方倩魔力归来 刀剑神宗肯定不会放过 这次提亲机会的 我终于方倩有个约定 突破十三品边去方家寻导 看来不能再等了 宗主 弟子有个不情之情 说 弟子想请宗主和师尊 帮弟子做媒 弟子 也想去方家提亲 弟子 也想去方家提亲 也有提亲 是 弟子与方小姐有约定 但薛成枝便去方家寻她 刀剑神宗一直压在我主海宗的头上 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 把方小姐给抢过来 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啊 好小子 敢和刀剑神宗圣子乔女人 有魄力 老夫支持你 看来两位圣子的对决要提前了 神长老 陈天极是你的弟子 过几日你我一同陪他去方家提亲 理当如此 好你个陈天极 难怪你那么绝情 原来是另有新欢了 可我还为你留在了朱海宗 朱海宗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陈天极要是真提亲成功 方倩来了朱海宗 绝对容不下我 我还是回圣剑宗吧 男哥哥好歹也是圣剑宗的寄创人啊 天极 小枫已经被我送回屋休息去了 圣子叶木白实力不凡 你想从他手里抢起没那么容易 你要听话 必须努力修炼才是 放心吧 师尊 我会的 你先闭关 等到了提亲之日 我会喊你出关的 是 好自闭的血腥味 怎么 陈天极不要你 你又回来了 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啊 男哥哥 是吗 既然那么爱我 那就用你的性命来助我修行吧 就像圣剑宗其他人一样 给人进入他们的血肉 我已成功突破十二品境界 时隔半个月 我终于突破十一品境界了 恭喜主人 武器灵前辈 那圣子叶木白 算是十三品超级强者 我这境界未必能赢吧 主人无需多虑 十一品境界 已能开启天书第六篇 速速开启 我倒想看看 这第六篇有什么惊喜 这是什么 东海灵异 为帮助主人突破十二品之经 这刚反馈就有人送诊呢了 来得正好 居然瞬间突破十二品境界了 季灵前辈 我真的很好奇 父亲生前 没有这么厉害的天书 他为什么没有用 反而穷空潦倒一声 主人我已说过 此事我并不知想 是不知想还是不愿意说呀 算了我也不逼你 话说回来 开启天书第七篇 需要什么境界啊 十三品 还差一品境界 不知这第七篇里 能有什么惊喜 天极 该出关了 终于要去方家提亲了 方亲 等我 宗主 世尊 天极 修炼如何了 幸不辱命 已经突破了十二品境界 短短半个月时间 从十品突破到十二品 好恐怖的天赋 不愧是我竹海宗的圣子啊 宗主 你知不知道 天极刚入宗的时候 只有七品境界 是吗 那真是 天佑我竹海宗啊 陈天极 你身为圣子 现在只是地位 与五大长老七平 但想来用不了多久 我相信就连实力 也能追赶上 半生进阶的五大长老 定不负宗主后望 小师弟 加油 此去方家呀 一定要给我带个嫂子回来 又嫂子 又师弟 称呼是不是有点乱呢 不乱不乱 我喊你师弟 是因为我比你入门早 但论年龄 我还得叫你一声歌呢 有你这句话 我怎么也得把你嫂子带回来 好了天极 算算时间 咱们该出发了 我们应该会和 刀剑神宗的人 一起赶到方家 是 郑主 已经有小少爷的 最新消息了 说 半个月前 刀剑神宗和 朱海宗两宗大会上 小少爷 一亿人之力 力挽狂澜 一招击溃了 刀剑神宗十名弟子 最后 被宗主朱海卿 封为圣子 不愧是我 陈长兴的儿子 然后呢 朱海宗的宗主 和上官亲柔 带着小少爷 前往方家提亲 提亲 方家的闺女 以前在圣剑宗 当过圣女 对吧 是的 小少爷 正是在那里 跟方剑相识 而且刀剑神宗 也在前往方家 提亲的路上 刀剑神宗 也配合我 陈长新的儿子 强老婆 走 去一趟方家 给我儿子撑腰去 是时候 父子相认了 王兄 这刚一大早 我父子二人 便上门叨扰 还请不要见怪 叶宗主乃是 刀剑神宗的掌门人 今日历临方家 方家是彭壁神辉啊 何来讨扰一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叶兄今日来访 想必是有要事相伤吧 是我者方兄也 这位是犬子叶宝来 亦是我刀剑神宗的圣子 他刚刚出关 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半圣之境 什么 半圣之境 和圣人仅有一不之有 这是年轻有为啊 实不相瞒 我这次在犬子登门拜访 乃是为了提亲一事 犬子和令爱 都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之年 二人就是人中龙凤 堪称 金玉良缘啊 提亲 正是 这刀剑神宗 和上古圣族方家 并列四大势力 普天之下 应该没有人 比犬子更适合令爱了 刀剑神宗 与方家联姻 更是强强联手 偏作之可 不知 封家 意下如何 叶宗主 令郎从天赋到家室 都与谦儿 门当户对 这门亲事 我当然十分赞许 不过 婚姻大事 我还是要尊重 小女的意见 谦儿 你觉得 叶木白叶公子 其人如何 不如何 方叔叔 无妨 这是我与方姑娘 初次见面 忽然提亲 实属茂茂 但是我相信 待我和方姑娘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她必定能够 接受这门婚事 言之有礼 叶木白 你还支持自负 不过 我奉劝你 最好死了这条心 因为 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什么 心有所属 你 到底是哪家公子 方兄 少女懵懂 情窦除开 很容易被爱情 蒙蔽了双眼 估计 是哪个别有用心的小人 贪图你们方家的 势力和地位 蛊惑了 方姑娘的心 叶宗主背后 说人坏话 为没有吃风范吧 叶宗主背后 说人坏话 为没有吃风范吧 今日刮什么风啊 朱宗主也大驾光临 方家主不必客气 我朱海宗此番前来 其目的和刀剑神宗 是一样的 你也是提亲 正是 这位是内门的 五大长老之一 谁 长老 旁边这个年轻人 是谁长老的 关门弟子 陈天吉 也是我朱海宗的 圣子 朱海宗也有圣子了 此前从未听闻 请坐 陈天吉 在两宗大会 表现优异 以一己之力 击败了刀剑神宗的 十位弟子 为我们朱海宗 赢得了两宗大会 所以我临时起义 封他为圣子 哎呀 青年才俊 朱老头 你得一个什么劲儿 陈天吉 打败我刀剑神宗的弟子 那是因为圣子 当时在闭关 和我儿相比 陈天吉还差得远呢 方家主 此大势力中 朱海宗排名最末 而我刀剑神宗 排名第二 敢与哪家联姻 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 爹 女儿有话要说 家 什么事啊 爹 我要选朱海宗 为何 我心有所属之人 便是朱海宗圣子 陈天吉 是他 可刀剑神宗的实力 远比朱海宗强得多 朱海宗 不是联姻的最佳选择 况且 当面拒绝刀剑神宗 会让叶家父子下不了台 难道在你心中 联姻比女儿人生大事更重要 千儿别急 要不让他们比试比试 如果 陈天吉真的比叶木白还要优秀 爹就尊重你的选择 爹 朱宗主 叶宗主 今日你们两位都来提亲 但我方某只有一个女儿 不能同时满足你们二位的诉求 要不这样吧 让两位圣子 在此比试一番 陛下如何呀 要不这样吧 让两位圣子 在此比试一番 意下如何呀 好啊 谁更优秀 谁便做方叔叔的女婿 只怕就是某些人 不敢比呀 陈公子 你意下如何呀 如方姑娘这样仙子般的人 自然不能嫁给庸俗之辈 方家主 在下愿意吗 好 二位圣子 此次比试分为三个 第一轮乃是门刀户队 我方家乃上古圣族 修行界四大势力之一 所以想迎娶我的女儿 其身份和背景 必不能弱于茜儿 爹 这不公平 茜儿 现在两位圣子比试 你站在一旁 不许多言 方兄 这第一轮比试 毫无疑问 我儿更胜一筹 我刀剑神宗 在四大排名中 排名第二 朱海宗 排名最末 自然 是我刀剑神宗和方家 各门当户队 四大势力的排名 无非是方奸百姓 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罢了 刀剑神宗 从未与我朱海宗 血拼过 谁敢保证 刀剑神宗 就能强过我朱海宗 朱老头 我就知道你不服气 可还有关键的一点 叶木白 不仅是我刀剑神宗的圣子 他还是我叶天穷的儿子 未来还要继承 刀剑神宗的 而你朱海青 会把朱海宗 让给一个外星人吗 你 一个是宗室继承人 一个只是长老的徒弟 身份悬殊 相差甚大 第一轮 叶木白胜 朱宗主 你没有意见吧 方叔主 请说第二轮的 比试内容是什么吧 好 虽然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我方某 只有倩儿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她的幸福极其重要 所以第二轮 就是比的是倩儿的心意 倩儿心意在谁 谁便获胜 爹 我选陈天极 爹 我选陈天极 叶总主 一比一 停了 也高兴得太早 胜者一定是我儿叶木白 既然现在比试是一比一 打平 那么现在 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轮比试 咱们修行界是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第三轮比试 就是来一个对决 我胜者 将赢得第三轮比试 我儿叶木白 是半胜强者的第三轮 必胜无疑 汉兰 方叔叔还是希望我来做您的女婿 爹 这不公平 叶木白从小修行 可陈天极家住主海宗 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呢 没有什么不公平 这个世界胜为王 败为寇 没有什么好说的 老头 你最好现在就认输 免得我儿一个不小心 掉了陈天极的小命 都见 不长眼哪 陈天极 你不要和他比 方倩 我许诺过你 会来方家找你 自然不会把你拱手让人 他可是半胜啊 天儿 三轮比试都是为父定下的 你要忤逆吗 我 翘儿 相信我 那你可得当心啊 小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干脆认输得了 何必为了一个女人 丢掉性命 一个女人 好轻调的口气 叶木白 我和你不一样 你是为了宗门利益而来 不 非方倩不取 好大的决心啊 之可惜 在半圣眼中 你只是个蝼蚁 好 蝼蚁 那就让你瞧瞧 蝼蚁的力量 滚出如龙 我说过 在半圣面前 你只是蝼蚁 直到 黄龙 天极的实力 和叶木白相差太远了 终究不是叶木白的对手 再这样打下去 陈天极的小命 怕是不保啊 小子 听说你在两宗大会上 狠狠打了我们刀剑神功的 怎想提清后 再去主海宗杀你 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 那我就只好 提前送你去西天 刀剑天宗的杀招 灭神机 天机威蚁 神机杀招 培庭万针 神机杀招 培庭万针 好厉害的杀招 陈天机只有十二笔的境界 居然能够和半圣境界的叶木白 打成平手 此次天赛 神机天赛如此妖孽 在整个修行界都是独一份呢 天机赢了 天机赢了 为什么不算 陈天机虽然杀招不俗 但最多和我儿子打个平手 最终决定胜负的 是他手中的那条棍子 你们主海宗 居然将这么重要的神器 交给一个少年人 这不算作弊吗 你们刀剑神宗也有神器呀 你为什么不把神器给你儿子呢 是不想吗 方家主 你是知道的 神器有灵 骄傲强大 他是不会轻易责重的 神器若不认可他 那就是把再多的神器 摆在他面前 那陈天机也不可能使用啊 确实如此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就能得到神器的认可 不忘今来 只有圣人和半圣 才有希望得到神器的认可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方家主妞散了 叶总 不好意思 我们规定在先 你们败了 我只能选择陈天机 做我的女婿了 方家主 我不服 要是我有神器 就能一招秒杀陈天机 可惜 没有如故 方兄 虽然我而败了 可是 我还希望你深入考虑一下 你可知 我们刀剑神宗 为什么和你方家联姻吗 为何 由我所知 修行界第一魔教 血鬼门 最近会有大动作 整个修行界都暗流涌动 如果我所料未假 血鬼门即将发起总攻 意图占领修行界 你是真的吗 一旦血鬼门 把他走空 联刑者一走令说 和其他三大势力 一定会被逐个击破 没有 我刀剑神宗 和你们方家联姻 强强联手 还可以 人强自保 叶总主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刀剑神宗和方家 是强强联手 难道我竹海宗和方家 不是强强联合吗 竹总主 四大势力排名 不用我再叙述一遍了吧 方兄 究竟是你女儿幸福重要 还是你们整个方家重要 你自己掂量吧 爹 你不会真要把女儿幸福 当作家族联姻牺牲品吧 杰儿 你难道这么不懂事吗 你是方家养大的 这不为方家的前途着想吗 周宗主 实在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失言了 大战即发 我们和刀剑神宗联合 方家主 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老头 要怪 就怪你们实力太弱 不配与方家联姻 方家主 你嫌主海宗弱 可不知我天行者一族 有没有资格成为你的亲家呀 可不知我天行者一族 有没有资格成为你的亲家呀 天行者一族 陈家家主 他怎么了 天行者一族 那可是四大势力中最强大的存在 肩负着守护修行界的使命 爹 他不会也是来提亲的吧 据我所知 陈长兴膝下母子 陈家主 您可是修行界的最强者 今天怎么有空 力领我们方家 方家主 我若不来 你和你叶家父子 还不是要把我儿欺负死啊 您的儿子 您不是膝下母子吗 陈家主 我刀剑神宗 和你天行者一族 至今井水不返河水 我又怎么会 欺负你儿子呢 是吗 可是我儿明明赢了三场比试 方家主说话 为何出尔反而呢 陈家主的意思是 陈天极是他儿子 陈家主姓陈 陈天极刚好也姓陈 难道 这不可能啊 陈家主 如果陈天极是您的儿子 他为什么跑到渡海中到圣子 你不是开玩笑吗 陈家主 这中间不会有误会吧 爹 吉儿 好久不见 我不是在做梦吧 爹还活着 你不是做梦 过往的事 我会再和你解释 不过眼下 我先帮你讨回公道 首先 陈天极是我的亲生儿子 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毋庸置疑 其次 你们刚刚说我儿 天极论家事背景 不如他一目百 你敢当着我的命 再说一次吗 陈家主 这里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不知道陈天极是您儿子啊 那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走 爹 陈家主 是修行界第一强者 你若再不走 我就得给你抽尸了 走了 方家主 你现在还准备和刀剑神宗联姻吗 方家主 你现在还要和刀剑神宗联姻吗 陈家主 我要早知道陈天极是您儿子 压根就不会离叶家父子啊 我们方家和陈家联姻 是我们方家高攀了呀 叫方倩是吧 陈叔叔好 天极这孩子还挺有眼光 你这丫头 我喜欢 这样 你和天极一起随我回陈家 怎么说 你也是我未来的儿媳 我就带你看看陈家的藏剑种 清儿 还不赶紧谢谢陈家主 藏剑种礼宝物众多 你极有可能得到一件神奇的认可呀 谢谢陈叔叔 天极 随我回家 我会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 感谢二位最近对犬子的照顾 这份心意我记住了 我现在要带吉儿回去 二位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 这是陈家的家事 请陈家主自便 天极 以后记得常回家看看 放心吧 师尊 陈家主慢走 真没想到 陈天极的家事如此鲜鹤 竟是修行界的最强势力继承人哪 以后想见到天极 可就难了 唉 修行界即将打乱 没想到因为陈天极 将咱们三大势力绑在了一起 是啊 方家的女婿 陈家的后人 朱海宗的圣子 真是天意啊 爹 我还是不甘心 陈天极 什么时候变成天行者一族的唯一继承人了呢 不败 现在不是讲儿女私情的时候 血鬼门 总共在即 如果他们三方势力捆绑在一起 咱们刀剑神宗就危险了 是啊 刀剑神宗远不是血鬼门的对手 爹 咱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回去抓紧时间不防 病来降大 谁来徒也 如果实在不行 大不了投靠血鬼门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只要能自保 去他娘的名誉 天极 你一定很奇怪 你明明亲眼看着我病死在你面前 现在还好生生地活着 甚至还成了天行者一族 陈家的家主 是 其实我们陈家不仅仅是四大家族之首 更是肩负着守护修行界的责任 陈家老祖神知 温室里的花朵不可能抵倒风雨 所以立下家规 凡是陈家继承人 必须在苦难中成长 风雨中成长 才有资格继承家业 还有此等规矩 不仅是天极 还有我和我的父亲 以及祖祖贝贝 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杰尔 你不要怪爹心狠 每一个合格的陈家继承人 都必须尽力 杰尔 你在想什么 你们既然知道 我会去方家提亲 那就说明 从小到大 你们一直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对不对 理应如此 虽然你要经历磨难 但是我必须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黑公风一直关注着你 那也就是说 红颜师尊被杀的时候 你们本有能力救他 对不对 天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 除了你这个陈家继承人 其他人的生死 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 四岁那年 我母亲失踪 七岁那年 你假装生病而死 死难以后 我孤灵一人 靠在大户人家打散工过火 他们看我还是个孩子 甚至连工钱都不给 只供我点剩菜剩饭 甚至还出言羞辱 是红颜师尊 看我可怜把我带到圣剑宗 给我吃饱穿暖 你们确实他的生死 无关紧要 小少爷 走从律法如此 莫要怪家主 陈天极 你若真想给你的师尊报仇 就自己去灭了欧阳南枣 你在那耍小孩子脾气 我还给他报仇的 欧阳凯 欧阳南 你可都跑不了 你说我娘 她的失踪 是不是你们计划好的 你娘 是真的失踪了 什么 还够红 先带方小姐出去 是 是 天极 过往的事情 要怪就怪我 不要怪你娘 因为你娘 是这世上最好的女人 也是最爱你的女人 只可惜呀 你四岁那年 她就失踪了 时至今日 我都没有她的下落 陈将来修行界第一势力 怎么可能连陈家都找不到她 你娘是一个身份 极其特殊的女子 直到今天 我都不知她从何处来 最终又去了何处 我只知道 她的身份不简单 就像我给你那本天书 她本不是陈家之物 是你娘 是从前 让我务必交给你的 难怪 虚密神功修炼速度极快 短短时间我就突破了十二匹 如果修行界真有这种功法 强者早就遍地都是了 那 娘亲究竟来自何处 接下来我会用自己的余生 先突破十三匹境界 这样遇到血鬼门 也安全些 好 红颜师尊 等我 带我突破十三匹 便去圣剑宗 砍下欧阳父子的狗头 以起点您的在天之灵 时隔二十天 终于突破十三匹境界 虚密神功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娘亲的身世绝对不简单 小主人 恭喜你突破十三匹 现在已经可以开启 天术第七篇了 开启 七灵前辈 我怎么好像突然 能感知世间万物啊 因为第七篇中 隐藏着一缕天地之力 唯有掌握天地之力 才能成胜 那些半生强者 之所以卡在这个境界之下 多年无法突破 就是因为 没能领悟天地之力 所以说 我无需领悟天地之力 只需开启天术第七篇 就能轻易掌握 是的 七灵前辈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瞒着我 但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娘到底是谁 小主人 我真不能说 不过 等时机成熟 您自然会知道的 好吧 先回盛建宗吧 先回盛建宗吧 天地之力 赶至 叶天群主 修行界即将大乱 我们这血鬼们 覆灭了圣剑踪 这倒也好 省得我亲自动手 还原是罪 您在天有灵 可以瞑目了 该回珠海总 跟小师姐道别了 怎么会这样 肯定是血鬼们 师尊 小师姐 师尊 小师姐 师尊 小师姐 宗主 到底怎么回事 宿去尘家 告诉尘家主 方家主 血鬼们 清朝而住 修行界大乱了 是血鬼们 我师尊呢 他们去哪儿了 他 带着小枫 去尘家找你了 教兴 到我一起 盯住你父亲 好 地方一天清 道歉神族 投靠了 血鬼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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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神宗 血鬼们 爹不好了 血鬼们覆灭了 朱海宗 快派人去 方叔叔 师尊 你们怎么在这儿 燕西 朱海宗的情况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爹得知 血鬼门的人 清朝而出 就传信给 朱宗主和武 我随即带人 来陈家避难 可惜朱海宗 距离太远 等消息传到 已经晚了 我和娘 没有家了 如果不是小凤 知道你已经 和家人团聚 非要吵着 让我带他来找你 否则的话 我俩 就早已葬身 血鬼门之手了 师尊 小师姐 姬爱 按理说 朱海宗乃 四大势力之一 朱宗主 更是圣人强者 就算朱海宗 不敌血鬼门 那么朱宗主 也应该逃出 升天才对啊 没错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圣人 要想跑 谁能拦得住啊 因为刀剑神宗 投靠了血鬼门 什么 天极 没有证据的事 不可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赶到朱海宗的时候 朱宗主 还有最后一口气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 难怪 若是叶天琼 和血老怪 两人联手 朱海宗虽是圣人 却也难逃此劫 刀剑神宗自许名门正 没想到 却和血鬼门同流合污 真是可恶 不为 现在不是指责 刀剑神宗的时候 既然叶天琼 投靠了血老外 那么 修行界的处境 就更危险了 当务之急 你要召见 所有修行界的强者 来此聚合 没错 叶天琼 最近一些损失 就让我和方叔叔来做 你天赋高 好好闭关修炼 争取突破的万胜 只有这样 大战开打的时候 你才能帮到我们 是 恭喜主人 成功突破半胜 距离肉身成胜 仅有一步之遥 谢灵前辈 我闭关多久了 挣一个月 糟了 过去这么长时间 血鬼门有没有攻打过来 主人莫及 血鬼门还没有来 主人 你已突破半胜之境 可以开启天书第八篇了 是否开启 想要在血鬼门到来之前 突破圣人 显然是不可能了 想要提升实力 只能通过天书 前辈 开启天书第八篇 血鬼门的人到哪儿了 禁报家主 你倒出门外 总 没功夫 别人打开大门 开门 谁也不压正 血鬼门来了 你就要打出去 哪有在这儿归宿的道理 没错 不愧是修行界的最强者 陈兄 有血型 够活力 我陪着 爸 咱们一起出去 跪跪那些老兵 聂兄 这才一个多月没见 没想到 你已经认贼作妇了 陈长兴 你说这些没用的废话 我只是实时务这为禁忌 血门主 更把修行界 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可不像你们这些蠢财 您知必死 还要富于顽抗 陈家主 如果你也像叶天穷一样是实物 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左膀右臂 帝位 还在叶天穷之上 咱们共分天下如何 这老怪 都这个时候了 说这种话 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你们陈家守护修行界数万年 让我血鬼门弟子不计其数 如今终于要被我血鬼门覆灭 再不和你聊几句 恐怕就没有机会 是没机会了 因为今天就是你们血鬼门从修行界抹除的时候 果然是修行界第一强制 还是那么自大 既然如此 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吧 你去解决方天行 本座亲自对付陈长新 血门主放心 王天行今日 必死无疑 陈兄 我去对付叶天穷 血老怪来势汹汹 想必藏有底牌 你要小心的 辽除魔 一挡邪碎 让天帝去好气 辽除魔 一挡邪碎 让天帝去好气 你就是陈天极的师尊 你认识天极 我只认识他上一个师尊 便是被我父子二人所杀 看来今日 陈天极的第二个师部 也将死在我们父子手里 就凭你们 恐怕还不够资格吧 是 血鬼门的功法 是可以借助修饰血肉修行 杀的人越多 想起突破就越快 我们父子二人 早已修成半生 你说 够不够资格 小凤 快去找你师弟 这里有我 是 快想跑 去死 小凤 别跑啊 美人 你的对手是我 取取九匹也得向半生出窃 自量力 不过按照以前 你这般铺子 我还真想品尝品尝 可是现在你的血肉对我更有吸引力 去死吧 小师弟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 小师弟 就交给我吧 陈天极 又见面了 当初在圣剑中 我真的应该杀了你 否则也不至于让你作恶这么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圣剑中的弟子和长老们 都沦为你修炼邪功的养料了 你倒是聪明不知之道 就连柳如月也死在我手里 你不说我差点把他忘 他被我拒绝之后居然又去找你了 那个简而私有余辜 不过你的天赋如此出众 若是把你的杀了 用你的血肉来修洗 若不定我有成圣的可能 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 是吗 陈天极 我早已连救半圣之境 杀你已如反掌 好 怎么 你也突破半圣了 不仅突破了半圣 而且还和当初在圣剑宗一样 杀你只需一招 屁 小凤 走 小凤 走 你为什么这么强 小师弟 快去救我娘 老阳凯 你下去给我红颜师尊陪葬吧 大仇一报 回车如楼 区区十三匹 你也配跟我动手 方倩 虽然你在藏剑中 得到了神器的认可 但毕竟只有区区十二匹 还不如那个黑袍老头 如果你向我求饶的话 我可以留你一命 你做梦 剑人 此前在方家 你选择了神圈集 丝毫没有顾及我的面 今天 我就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仇 你出关了 叶木白 恐怕今天要死的人 是你吧 陈天极 又是你 手下败将 可敢跟我一阵 在方家的时候 我就不是这个小子的对手 此番他闭关多日 实力 恐怕又有经济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撤再说 想跑 五百 陈天极 这个杀我儿子 要教你四十万段 陈天极 小心 你也趁机杀招 雷辰万军 好强的越境占领 整个修行界 只有五位圣人 他竟然可以越境战斗 一滚击杀了圣人强者 方叔叔 你去帮助我爹 我来解决刀剑神宗 和血鬼们的余孽 好 那你小心 陈兄 我来帮你 方家主 这么快就腾出手了 叶天极死了 叶天极已经死了 不过不是我杀的 是天极杀的 天极 他竟然击杀了圣人强者 看来 你这修行界最强者身份 是该退位让贤了 清除于蓝 胜于蓝 好啊 不愧是我陈长新的儿子 陈长新 你别高兴太早 今天 你们都要死在这 包括你儿子 是吗 大家都是圣人强者 如果我们一二敌一 请问阁下 如何应对 血鬼们已经被你们四大势力 压制数万 子凡 我率领血鬼们弟子 清朝而出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没有底牌了吗 你可知 圣人之上 仍有境界 这就 圣人之上 圣人不就是 修行者的最高境界了吧 相传 圣人还有一层境界 并为天尊 不民思义 与天其尊 达到天尊境界 并可非生正道 成为神仙 我们陈家第一代老祖 就曾非生 所以陈家的族谱有记载 不愧是你陈长兴 整个修行界 知道天尊之境 除了我 恐怕就只有你 就算真有天尊境界又如何 难道你还真能突破天尊 恭喜你 才对了 血牢官竟然一直在引你起信 他真的突破了天尊之境 陈长兴 封天行 死在天尊手上 也算是你们的荣幸了 不血老怪 与天其分 言出法罪 死于而等 死亡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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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在房前走 有多远 走多远 血老怪 已经突破了天尊之境 已经无敌了 锦儿 听你陈叔叔的话 跟天机离开这里 再玩就来不及了 不 死我也要和爹爹死在一起 傻孩子 方叔叔 你们还有我呢 我可以和血老怪一战 天机 不要逞强 虚虚半生 妄想是神 天机 你不是他的对手 神机杀招 北平万军 都已 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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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机都败下阵了 我们修行界撤击完了 难道 真的没有人能拯救 修行界了吗 小夫 恐怕咱们要死在这儿 我不怕 圣人又如何 天才妖念又如何 我已成就天罪之境 与天其尊 而得在我眼中 不过曹剑蚂蚁 我薛鬼门 注定要统治 整个修行界 薛老怪 你还没赢呢 尽数田地铜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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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 天机的气息在迅速变强 他的气息从半生提升到圣人境 而且还在疯狂增加 天尊境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那就是 今日 薛鬼门必亡 好看呢 孙公 薛老怪居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陈天机一直以来都能跨越境界战斗 如今他和薛老怪同为天尊 陈天机自然能够碾压他 薛老怪 你退什么 你不杀我 我便不退 不杀你 不杀你怎么对得起 竹海宗数千亡魂 秦长王和竹宗主他们 就是被你杀的吧 那是他们既不如人 小仙界成王败寇 容容强势 历来如此 那你就下去给他们陪葬吧 你 朱宗主 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天机 小师弟 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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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弟 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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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天机明明已经达到天尊之境 怎么反而生命力在不断地流逝 只要这样下去 不到一盏差的功夫 他就会一命呜呼的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不 不可能 天机不会抛下我一个人走的 陈天机 我命令你 不准留下我一个人 快去把陈家所有的弹药 都给我取过来 爹 大家都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刚才使用的是禁术 开 天书禁术 天地同寿 这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禁术 就是使用之后 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势力 必必 可是会遭到禁术反射 属于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所以才会被禁 我觉得 小主人没必要学 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不敌血鬼门 但 天下之大 哪里都大可去的呀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不管用不用得上 能不能用得上 先学了再说 反射 是不可逆的 难怪 难怪天急 刚才从泛盛境界 横跨圣人境界 成为天尊 这 你真傻 为了大家 牺牲自己 值得吗 这世上 有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还有我爱的人 当然值得 小师弟 别说话了 我们一定能救活你的 只可惜 我四岁的时候 我娘就失踪了 我也记不起她的模样 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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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弟 锦儿 弟一定会详尽办 我找到你娘 不要你在天之灵 可以明目 如果可以的话 我多希望 死的人可以是我 你们哭什么呀 谁说小主人死了 谁 谁在说话 当然是我的 你是 天书气灵 正是 你刚才说 小主人没死 你的小主人是陈天急吗 然也 小主人之所以实力倾尽 甚至掌握禁术 都是因为天书 而天书 共有九篇 小主人只开启了八篇而已 殿下 是时候开启天书第九篇了 鱼儿 父亲 别来无恙 这这这 你不是失踪了吗 怎么会从天上下来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并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修行界的天尊 可以飞升神界 那么神界之人 当然也可以降临修行界 所以 你是神仙 可以这么说 当年我偷跑下界 本来只想在修行界游玩几天 谁知 我遇到了你 为了你 我留在了修行界 并和你结婚生子 有了天际 所以 当年你并不是失踪了 只是回到了神界 是的 神界执法者 发现我私自下界 以你和天际的性命 做妖邪 逼迫我重返神界 没有办法 我只能离开了你们 不过 为了再见到你们 离开之前 我留下了一件 来自神界的宝物 至尊天书 难怪 难怪这天际 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从丹田被废 一跃升为半生强者 甚至还能跃进战斗 最后 更是击杀了 天尊至尽的血老怪 原来这天书 是来自神界的宝物 没错 天书前八篇 都是我特意 留给天极的 可以帮助天极 快速提升实力 不至于在下界受苦 那第九篇呢 第九篇中 隐藏着一条 开启神界之门的通道 我曾经吩咐过气凌 若天极 身死盗销 便主动开启第九篇 我自会降临修行界 来复活它 你是说 天极可以复活 天极凭借尽数 突破天尊之境 已经达到飞升的门槛 勉强具备神仙之体 你们虽然无能为力 但我却是可以复活它的 天极 天极 你没事吧 切儿 别难过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天极 你的残魂 刚才已经听到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吧 娘亲 我听见了 好孩子 快去和大家告个别吧 娘亲得带你回神界了 回神界 你能不能不要把天极带走啊 他现在的肉身 是靠仙灵之力支撑的 只有回到神界 才能得以保全 留在修行界 还是会分崩离析的 那天极 你听话 神界 你必须去 切儿 不用难过了 我会把天术留在修行界 里面有须弥神功 大家可以修炼此功 就都能突破天尊 非生正道 咱们到时候 神界相见 真的吗 当然了 太好了 那咱们 神界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